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选举过后的第一条交易日 台北股市是开高的 最终小涨了33点 指数来到了17546 成交量是2859亿 接下来选后布局应该如何来操作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前几天 因为我太太住院我去照顾 所以没有办法录节目给大家听 那现在已经一切恢复正常回家休息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一样 每天节目里面 我会把我个人观察的一个心得 来跟大家做分享 提供给大家更准确的一个分析报告 好今天选后第一天 一开盘 大涨119点 那最后收盘 当然没有涨那么多 51点也不错啦 这次选举最后的结果 不管谁赢谁输 总归选举已经落幕了 选举落幕之后 一切回归正常 那回归正常之后 谁该涨就要涨 谁涨太多 该跌就要跌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嘛 选后还有什么 卸票行情 记得不记得 对 选举行情 找林和彦 绝对没有错 全市场只有林和彦知道 什么是选举行情 我在20年前 找出一套选举行情的公式 这20年来 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选举 完全都依照这个公式在走 所以三个月前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总统选举选前三个月 就会开始有造势活动 行情就开始走啊 你看这次从16000点 涨到快18000点啊 三个月时间 整整涨了2000点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有很多会涨50%的股票 有没有 太多了 涨50%的股票不胜美举啊 一堆股 这么多的机会你没有赚到 谈就应该啊 林和彦早就跟大家预告 早就提醒你 让你做好准备 你如果找不到 那跟林和彦一起做啊 我在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档啊 档档都是50% 甚至于一倍 1.5倍都有 那我在12月底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啦 进入选前8到10天 会怎么样 会压回一波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压回一波 有 明显啊 对 在压回一波的过程中 我还提醒你 选后有卸票行情哦 不要以为这样2000点就结束 选前8到10天回档 是为了酝酿选后的卸票 果然今天选后第一天 一开盘就119点 但售盘33点 也如我预期 这个行情 就这样供出去吗 我看还未必然 虽然说后面有卸票行情 可是 今天只是在 庆祝什么 庆祝选举终于结束了 一切回归正常 可是这个行情要直接供出去 恐怕没那么快 还差几天的时间 为什么说还差几天时间 因为大盘 最近这半年里面 都走几天的周期 各位 每天听节目 你们要记住啊 是 我都把关键密码告诉你们了 台股跟费城半导体 这半年来都要走几天 14天 14天15天啊 对 涨个14天15天 拉回14天15天 都这样规律性的涨跌循环 这一次在封关前 涨到第15天 过完年之后 直接开盘就下跌了 所以从高点下来 似乎还不到第15天 所以今天为什么选后第一天 一开盘119点 可是最后缩盘为什么剩下33点 因为修正时间还没结束嘛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还有四到五天的时间 大概还有四到五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白行情 一样还会震荡 震荡好不好 震荡是好事啦 今天如果开盘119点就冲出去了 你就没败了啦 所以这个礼拜 如果再来个回马枪 指数震荡回挡 是让你减便宜或最后的机会点 紧接着 后面卸票行情 就要开始叮咚了 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你如果追高 很容易被套住 我经常说嘛 股票操作 养成不追高的行为 趁回挡 再来减便宜货 那今天一开高 开到119点 你如果下来不去堆 那到缩盘可能就套猪啦 对不对 那不要追 等他回挡的时候 要求快来求 当然要买丢 相对位阶在高档的 就不要去追了 就不要去碰了 我们再找底部的股票 赶快来买 你如果找不到 找林特医院就对 我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今天有一支股票 要送给大家 要送给大家 这档个股是AI相关个股 我先简单形容啦 等一下比较完整的 我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这份研究报告 我今天要送给你们 我今天要送的这份研究报告 AI相关个股 因为最近美国市场最强的 AI最强啊 不管是辉达 AMD 美超围 都创历史新高 那台湾AI的部分 它一副要上不去 要下 好像有点下不大来 还在整理啦 我今天要送给你 这一档AI相关个股 是所有AI概念股里面 与这最好 为什么说业绩最好 因为12月营收历史新高 而且连续五个月 营收历史新高 AI概念股里面 唯一一档 only one only one 人家一个月历史新高 就了不起了 它是连续五个月 所有AI概念股里面 这一家公司的业绩 已经呈现爆发性的成长了 已经连续五个月 业绩收历史新高了 那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股价 已经跌了二十五天了 跌二十五天好事啊 因为这家公司 前一波涨了二十八天 涨了二十八天 如果依照二十八天的循环 现在跌到第二十五天 后面最好的三天 所以今天在最关键的时间点 送给大家这份资料 不是你妈最没的哦 但你要马上买也可以啦 只是买了之后可能 有三天还会在震荡走低 那你要稍微忍耐一下 那如果你会做的话 研究报告拿到 三天后开始买 多不就送给掉 而且它去年的业绩 也创历史新高 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年也会再创新高 营收已经连续五个月创新高 股价已经跌了二十五天 最后三天时间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 要买什么股票 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份报告 提供给你 你想要索取这份报告的 等下广告时间 可以打量进来索取 好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选后第一天 最后收盘涨三点 AI没弓 那今天强势在哪里 强势就是都跟政策有关系 跟选举政策有关系 你看今天重电的股票 大亚大涨8% 核基4% 红钛3% 升威能源5.8% 液态6% 中兴电工 华城 市电 今天全部都上涨 所以选后 一切回归基本面 该做什么事情都要做 台湾目前是处于缺电的状态 不管任何一个政党上来 对于电力的布局 这是刻不容缓的 所以今天重电股 一马当先 先冲毁 那太阳人间也不错 太阳人间更强 国硕 茂迪 元晶 太极 涨幅都有5%以上 重电股价格 比较偏高 因为重电股在去年 就已经涨了一大波了 都没有下来 华城 已经375块 中兴电工 122块 最终涨高的股票 林特彦讲过嘛 我不追高 起关我就买了 等下一次循环 我们就来订购就好 那太阳人位阶在低档 很低 可是我也不买 为什么不买 都了解的公司 林特彦只带会员买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了解的公司我不碰 因为太阳能本身 它也是政策的指标 所以这次选举落幕 整个太阳能反攻 可是基本面不够扎实的时候 如果你要做可以 尽量以短线就好 因为它基本面还不够扎实 那今天风电的股票也不错 永贯上尾头世纪钢 尤其世纪钢涨了7.9% 上尾头涨了2.9% 这是风电的部分 那今天生技股也不错 候选人全部都提出了 新的年度 对于用药的部分 不管是癌症用药 或者一般比较常用的药 在整个经费部分 都会扩大的边列 所以选后 不管哪一档上来 不管哪一组人选上来 对于生技制药股 尤其是有癌症用药的 都是大利多 所以你看我布局布得多深 我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我们就开始在买 1795美食了 美食我们第一次买 230 涨到280 卖出 230到280多少钱 50块钱 押回来260 再买回 差跌又探20块 现在美食大涨到300块钱 我通知会员 299 心背一半 感情会买算 你看今天收盘 296.5 我们卖299 甚至于 運气也比较好 不就300块也有机会 因为我们通知的时候 会员接到讯息 价格正好在300块钱 所以运气好的卖300 那正常 299一定卖得到 那收盘296.5 也很漂亮啊 你看美食第一趟 230到280 50块钱 第二趟260 299卖一半好了 39块 两趟加起来 89块 89块钱 以230第一次买进的成本 38% 什么意思 你买个十张 230万 赚89万啊 你如果买100万赚38万 大概两个月时间而已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个30% 要赚个50% 都很容易达成 股票投资就是这样嘛 股票投资不在于 一直追来追去 换来换去 重点你要有耐心 等机会的来临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要全力出击 从底部买进 给他时间 30% 50% 你就赚到啊 赚到之后钱收回来 我们再找下一只股票 等下一个机会 再出击 不用多 一年你做个三次 四次 你要赚个一倍 要赚个两倍 很容易做到啊 你不用像无头昌龄一样 跟着市场一起 对哦 台哦 对哦 这边哦 快来去哦 啊咱买了 手续费缴了一大堆 又赔了一屁股 我们没那个比喻嘛 对 我们一步一腳印 慢慢走 慢慢来 你看好 印证了那么多的机会 印证了那么多的次数 给你看了 我每时卖一半 我还有一半天的 另外那一半 该卖的时候 我一样还是会卖 卖了之后 钱收回来 我们再找下一个机会点 我们再出发嘛 对 哦 我们再出发嘛 我刚跟大家讲过 今天送给大家这档标的 我妈买不买 我们会议都还没买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嘛 剩最后三天的时间 AI相关个股 尤其 在所有国内AI族群里面 它的业绩是属第一的 为什么第一 连刷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唯一一家 连续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去年获利也创历史新高 那今年的获利也会创历史新高 尤其高级已经落二十五天啊 你看这二十五天 大盘 怎么走的 这二十五天大盘 是不是起两千点 那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的股票 反而跌了二十五天 所以利多完全压一注还没有呈现出来 最后三天 报告拿到之后 三天到 赶快买进 今天这份报告送给大家 想要收取你就报告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反正去拿收取 好的谢谢老师 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买对股票 恒严老师的美食大涨获利放口袋 要再度恭喜恒严老师的会员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恒严老师今天要赠送一档 AI概念股的研究报告 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 想要索取的听众朋友 欢迎你利用我们工商服务的电话来电索取 进一部内容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选后股价回归基本面 选后还有卸票行情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今天恒严老师要赠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一档AI概念股 股价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 想要领先市场反败为胜 欢迎你来电索取这一档 AI概念股的研究报告 来电索取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河严老师LINE的账号 在盘中有及时的讯息和老师的看法 也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LIN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后面还有选举的卸票行情 赶快把握住哦 今天和彦老师要赠送给 所有听众朋友一档 AI相关概念股的研究报告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欢迎你来电索取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你一边打电话索取 一边听我的分析 这档个股是万中选一 没有万中 因为上市会只有1700家 1700中选一 连续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应该摆第二名的 因为所有上市会公司 只有唯一一家 连续12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那第二名就是 我要送给你这一档 连续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尤其又是AI相关个股 美国市场最近最强的两个焦点 一个AI 一个银行 那台湾这边 AI股票还没有跟上 三天后 这支钩票 开始发动 你可以一边索取 一边听我讲 但我也很希望你有机会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你看技嘉 我们做三招 两百二买 两百四十六卖 拉回来两百三再买 两百七又买 有个四十块 拉回来 两百五又买 两百七又买 三趟加起来 总共赚了八十六块钱 报酬率四十八 我在做的过程中 你们都知道啊 对不对 这样有水吧 超出到出神入化 对 所以你跟着零零一起做 我们是最踏实 最安心 尤其待进 待出 好 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道琼 又创历史新高 三万七千八百 二十五点 但最后是跌了一百一十八点 分散报道琼 小跌零点三八趴 礼拜五美国发布 PPI PPI年增一趴 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所以美国 降息的机会 越来越大 目前已经有人喊到 正常都预期是三次 甚至有人喊到 四次五次都有 那会降息 银行股当然最好 对不对 所以最近美国最强 是在银行股 跟AI概念股的部分 但银行跟我们比较没关系 AI 互动的弘步性是最高的 所以AI概念股的部分 可以特别注意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最共是日本 日本今天又长了三百五十四点 你知道日本过完年之后 好像吃威尔冠 病降久 过完年之后 日本日经指数从 三万两千六百九十三点 今天已经来到三万六千点了 几乎每天就是 三百点五百点六百点这样冲的 今年到现在才两个礼拜而已 日经指数已经去三千三八点 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 因为日本地震之后 政府扩大资本支出 公共建设 那日本股市这种冲法 会不会带领台北股市 在选后卸票行情 也跟着开始喷出去 很有机会哦 因为台北股市的走势 跟美股 跟日经 走势都是很接近的 大盘剩下最后几天 的整理期 你还要求小孩 要好好的掌握 当然要买到啦 买对 你才有机会赚大钱 就好像环球晶 你看我们底部买了 四百四 现在在六百零四 对不对 党党都从底部带你出发 汉堂也是啊 今天汉堂涨了五块钱 版权涨涨了一块半 汉堂涨就开始说啦 现在两百七十七块 有跟了其实都很开心啦 那今天最重要的 把这份要送给大家研究报告 AI相关个股 连续五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 尤其股价回涨到第25天 纯粹要三天 休息的孙 希望这档个股 能够为大家在 卸票行情里面 再次带来30%的利润 把他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想要索取这一档 AI相关概念股的研究报告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 林荷燕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超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后面还有选举的谢票行情 今天荷燕老师要赠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一档AI概念股的研究报告 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 来电索取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